民间故事 黄鼠狼的恩仇 庄伟自幼丧母 十四岁丧父 因为只不为婚 他就借居在岳父家里边读书 以求功名 成年了之后 岳父又帮他完婚 没过多久呢 一场大火毁了家 并且夺走了岳父岳母的性命 办完了后事 庄伟也放弃了求取功名了 找了一个私塾 干起了教书先生的差事 这妻子嘛 则每天的绣花 洗衣服 赚一些个小钱来贴补家用 日子虽然说辛苦啊 却也是过得温馨 这年春天 同窗司马校出游归来 约着众好友一起相聚 吃完了饭之后 庄伟见司马校喝多了 念及他曾经对自己的慷慨相助 就主动送他回家 在月色当中 庄伟看到路边上有一团异物 只见一只毛色棕黄的小动物 司马校马上就大叫 这东西烹出来的味道肯定香 说着就跨步走了上去 左脚踩住了他的小腿 右脚顶住了脑袋 那小东西似乎听懂了司马校的话 可怜巴巴的看着庄伟 看着他那龙起的腹部里 庄伟不禁想到了怀孕在身的妻子 就脱下了身上的马褂 从司马校脚底下 抢出了那小东西 这也是一条性命啊 说着快步的走下山路 将那东西放在草坡上 司马校不屑的说 不过就是一条黄鼠狼吧 还不住的埋怨着庄伟 迂腐 庄伟说呢 这再小的动物也是一条性命 反正两个人是各输几件 直到将司马校送回到了家里边 才停止了这么 庄伟到家之后 妻子见他马褂一尸 就问他呢 怎么回事啊 没人识表达 你得注意形象对不对 可是庄伟呢 到家之后倒头就睡 等第二天醒过来 妻子跟他说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自己腹痛男人倒在地上 被人救起来之后 产下了多胞胎 孩子们居然躺在庄伟的马褂上 庄伟听了之后 仰然失笑了 劝着妻子别胡思乱想了 要安心的养胎 无论是儿是女 只要顺利生产就好 母亲因难产而死 他不忍妻子 他不忍妻子再多受苦了 妻子产期临近的时候 庄伟带着礼物去镇上 预约产盒 回来的时候买了半篮子鸡蛋 因为天气太热了 他就在树荫下边休息 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 朦胧当中 他看着一个少妇 走到树底下 休大大的跟他说 大哥 劳烦照看一下女儿 我去去就来 庄伟以为他不方便呢 就接过了孩子 可那女婴呢 一点也不认生 小嘴一脸笑了 庄伟心下喜欢 就动着了那个小女孩玩 没过一会儿 那女孩也在庄伟的怀里边睡着了 在左等右等啊 不见着少妇回来 那小女孩呢 就是熟睡不醒 眼看着天色已晚了 庄伟只能回家了 拎着一个大竹篮子 不方便 他就把女婴放进了竹篮子里边去了 小心翼翼的低了着 一进家门 林家大嫂笑盈盈的说 大喜啊 夫人生了对龙凤胎 庄伟不敢相信他 赶紧放下篮子匆匆的进屋 见妻子身边果然躺着两个粉嫩的小婴儿 庄伟满心感激 一边自责一边抚慰的妻子 据产婆说呀 她在家没来游的就感觉到一阵的心慌 就赶过来瞧个究竟 不想夫人果然要生产了 只好叫着林家大嫂过来帮忙 这庄伟千根万歇的 送走了产婆跟林家大嫂之后 才拿起了篮子里边的女婴 掀起那布盖一看 鸡蛋还在呢 女婴就不见了 庄伟目瞪口呆了 在心里边默默祈祷啊 但愿这小女孩是被她娘给抱走了 半个月之后 看妻子身体复原了 女儿呢 吃得饱睡得安 庄伟这才对妻子讲了那天的奇怪的事 妻子听完之后 微微地笑着说 难道那少妇是送女观音 之前两个产婆都说我怀的是儿子 没想到还会有个女儿 细看女儿的眉眼 果然跟那爱笑的女婴有些相似呢 庄伟不再言语了 感恩之中油然而生 儿女满月的这一天 庄伟跟妻子倾尽了全力办了满月宴 这众乡林嘛 都私塾了学生家长纷纷的过来道贺 敬完了一轮酒 庄伟朋友那时候又开始喧闹了 这个夸儿子虎头虎脑大 那个夸儿子俊秀娇气 有任干爹的 也有要订娃娃亲的 庄伟清楚了 这几个铜窗那是不醉不休的货子 而且啊 且由着他们笑闹去吧 夫妻俩先去招呼其他的客人 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 庄伟妻子 忙碧着众人 让到墙角去喂奶 儿子还没吃饱呢 女儿也在众人的笑声当中大哭起来的 庄伟跑过去一看 原来是包女儿的小被子松了 结果一抛尿 几乎全尿在了司马笑的腿上 司马笑咧着嘴呱呱的怪叫着 众人看着他哈哈大笑 一阵酒足饭饱之后 客人纷纷告辞 司马笑忽然一个劣气 庄伟以为他喝多了呢 司马笑笑的笑声 今日酒并没有喝多 都因一抛热尿猝不及防 多闪时竟崴了一下 大家以为司马笑的说醉话 就催促着赶紧离开了 庄伟也没想到的是 司马笑的脚自此开始反复的疼 就好像彻底的崴坏了脚似 请了好多个郎中过来 都是无力医治 这脚病没治好 头疼病又犯起来 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司马笑着一下在众人面前 自觉矮了三分了 直到那年冬天 见着一个老妇人乞讨 司马笑看他的衣着 过分的担保 顿时心生侧眼之心 就让人赠予棉衣干凉 但老妇却不言谢 临别的时候还看了司马笑的脚 说因果报应啊 司马笑百思不得其解 这头疼病却好了 庄伟的儿女到了上学的年龄 他决定先带儿子到私塾 去读书 女儿留在家里边啊 由妻子来教 这郊外花红流绿的 庄伟心中欣然 情不自禁的面对青山绿水 就沿涌起来 妻子同心未敏 在花丛当中追逐着蝴蝶 两个小孩像小鸟一样 在草地上奔跑嬉戏 有的时候感觉饿冷 庄伟让妻子取出点点心来 呼唤着儿女一起吃饭 妻子左右分座 女儿呢 只是应声 却没看着踪影 过了好半天 才从石堆的后边 咯咯地笑着跑了出来 这女儿手里边捧着一个布包 说是一个老妈妈 让交给父亲的 庄伟又四下的寻找了一下 也没有找到这个老妈妈呀 妻子打开布包 见识庄伟当年丢失的马褂 中间呢还包着两个精美的生肖玉址 庄伟就觉得这事有点蹊跷了 他就支开了儿女 对妻子讲了用马褂 包了黄鼠狼的事 妻子听了之后唏嘘不已啊 感念这小生灵也懂得报恩啊 庄伟决定 荡掉这玉址修建房屋盖私塾 妻子却心有不舍 那两只兔子精雕细琢 一清一白一动一静 仿佛是专门为儿女定制 庄伟又是好言相劝 妻子也不太多言 只好由着他去了当铺吧 从当铺回来 庄伟就开始筹划了 他虽然说饱读师叔吧 可是对着建院盖房却是一窍不通 庄伟决定向司马孝请教 他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 而且主持建造过庭院房屋 第二天 庄伟正要出门去找司马孝呢 就见着司马孝 携着夫人一同登门 看司马孝容光焕发 脚步稳健 庄伟心下欢喜啊 还没等坐稳的呢 就要求着司马孝帮忙着操执着建司叔的事 司马孝也是满口答应 庄伟的妻子奉上新茶 司马孝这才想起了自己的正事 说啊 他的儿女酷爱读书 而且聪慧过人 家里边请的先生有些力不从心了 想到庄家的儿女也到了读书的年龄 夫人就想让儿女过来一起读书 俩女孩儿彼此相伴 也省得他多掏心 庄伟夫妻满口答应 连着夸夫人呢 这个想法好 司马夫人注重礼节 虽然说司马孝和庄伟交往多年 她还是带了些礼物过来 庄伟的妻子呢 推辞不过 只好收下 司马夫人笑着说 都说玉啊 有灵性 可随缘随人 刚路过街市 没来由的想进店铺看看 结果一眼相中的这对玉坠 巧的是 正和侄儿侄女的属相 司马孝接过了夫人的话查 夫人收了玉坠啊 我付完了银票出店 就发现 我的脚病不治自愈了 双脚轻快 又说是破财免灾吧 那这财破得可真值啊 庄伟赶忙打开了礼盒 见里边正是自己 刚刚荡掉的两件玉址 顿时目瞪口呆 恍然如梦